草船的急救率竟然能逼近百分之百 当然如果你还弄不清楚为什么草船等于减伤的话 那你就不会知道宝宝接下来所说的戒因兵的恐怖之处 来看这张战报 张角这一套识别打下来 只给我们造成了369点兵力损失 这款两次草船的急救率越近75.4% 曹操竟然高达84.5% 还只是宝宝白板曹操的急救效果 而且单靠红度也不够 因为兵书的治疗加成对草船没有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独行加40%的桶 面板满桶的曹操提升到555桶 此时草船的恢复率62% 飞胸君受到治疗效果提高16% 兵书刚柔又加7% 宝物特技祈祷再加8% 光这些就有31% 别忘了白胡特技福威害有6% 通过复杂的换算 最后得到84.5%的急救量 一起测试的小伙伴 满红曹操竟然达到了95% 这个结果也印证了之前的猜想 那就是草船并不会受伤兵机制影响 就是单纯的直接恢复兵力 但是就算统帅继续提高 也达不到100% 看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 好大一口奶呀 简直就是送战功嘛 如果单纯是独行草船也许会 但是这个搭配里可是带着飞雄君的 草船产生的治疗量又会化作飞雄君的伤害率 再反打给对手 像不像是在借阴兵 如果再加入SP徐域的警戒 对方的伤害要么会被警戒减伤吃掉 要么会被草船的治疗型减伤抵消掉 就很难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又会给飞雄的伤害养起来遭到反噬 如果这个玩法没挨刀 后续宝宝会分享更多的实战阵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